《猎王纪上》第十八章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去在雅哈面前出现, 我要降雨在地面上。 于是,以利亚去了, 要在雅哈面前出现。 那时,桑玛利亚发生十分严重的饥荒, 雅哈把她的家宰,俄巴迪照了来, 原来俄巴迪是个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人。 耶喜别除灭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俄巴迪带走了一百个先知, 每五十个人一组, 分散藏在山洞里, 又用饼和水供养他们。 雅哈对俄巴迪说, 你走遍这地, 到所有的水泉和溪水那里去看看,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青草, 使罗马能够生存, 免得牲畜灭绝。 于是,他们分地巡视, 雅哈独自走一路, 俄巴迪独自走另一路。 俄巴迪在路上走的时候, 伊利亚遇见了她。 俄巴迪认出她来, 就脸浮在地, 说, 你真是我主伊利亚吗? 伊利亚对她说, 我是, 你去告诉你主人, 说, 伊利亚在这里。 俄巴迪说, 我犯了什么罪, 你竟要把你仆人交在雅哈手里, 使他杀死我呢?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没有一帮一国, 我主人不派人去找你的。 人们若是说, 你不在那里, 他就要那国帮启示说, 实在找不到你。 现在你说, 你去告诉你主人伊利亚在这里, 我一离开你, 耶和华的灵, 就把你提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样, 如果我去告诉雅哈, 他找不到你, 必定杀我。 你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 难道没有人把我所做的事告诉我主吗? 就是耶喜别杀害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我把一百个先知, 五十人一组的, 分别藏在山洞里, 又用饼和水供养他们。 现在你说, 你去告诉你主人伊利亚在这里, 他必定杀我。 伊利亚说, 我指着我所服侍, 永活的万君之耶和华启示, 今天我必在雅哈面前出现。 于是, 俄巴迪去见雅哈, 把这事告诉他。 雅哈就去见伊利亚。 雅哈看见了伊利亚, 就问他, 给以色列惹麻烦的这个人, 就是你吗? 伊利亚说, 给以色列惹麻烦的不是我, 而是你和你父的家, 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 又去随从巴黎。 现在, 你要派人去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四百五十个巴黎的先知, 以及耶喜别供养的四百个亚瑟拉的先知, 都上加密山来见我。 于是, 雅哈派人召集众以色列人和众先知上加密山去。 伊利亚走近众人说, 你们三心两意要到几时呢? 如果耶和华是神, 你们就应当随从耶和华。 如果巴黎是神, 你们就应当随从巴黎。 众人一句话也不回答。 伊利亚对众人说, 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 巴黎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 现在, 请给我们两头公牛, 让巴黎的先知自己挑选一头, 把他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但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头公牛, 摆在柴上, 也不点火。 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 我也呼求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来显示回答的神, 就是神了。 众人都回答, 这话说得很好。 伊利亚对巴黎的众先知说, 你们既然人多, 可以先为自己选一头公牛, 预备好了, 就呼求你们神的名, 但不要点火。 他们把人给他们的公牛牵了来, 预备好了, 就从早晨直到中午, 呼求巴黎的名, 说, 巴黎啊, 应允我们吧! 可是, 没有声音, 也没有回应。 他们就在锁竹的祭坛周围跳舞, 到了中午, 伊利亚嘲笑他们, 说, 大声呼求吧, 因为他是神, 也许他正在默想, 或事物繁忙, 或正在旅行, 或正在睡觉, 你们要把他叫醒。 他们就大声呼求,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和枪刺自己, 直到身体流血。 中午过后, 他们继续狂呼乱叫, 直到现晚祭的时候。 可是, 仍没有声音, 没有回应, 也没有理睬他们的。 伊利亚对众人说, 你们走进我这里来。 众人就都走进他面前。 他重修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祭坛, 伊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树木, 拿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伊利亚奉耶和华的名, 用这些石头筑了一座坛。 在坛的四周挖钩, 可容十四公升种子, 然后把柴排好, 又把公牛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就说, 你们盛满四桶水, 倒在梵祭和柴上。 又说, 倒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 倒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到祭坛的四周, 甚至水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伊利亚先知静前来, 说,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求你今天使人知道, 你是在以色列中的神。 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令, 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啊,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名知道, 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是你使这名的心 再回转过来的。 于是, 有耶和华的火降下来, 吞灭了梵祭, 木柴, 石头和尘土, 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 众人看见了, 就面浮于地, 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捉住巴黎的先知, 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脱。 于是众人捉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下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雅哈说, 你上去吃喝吧, 因为已经有下大雨的响声了。 雅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把脸放在两膝之间。 以利亚对自己的仆人说, 你上去向海那边观看。 他就上去观看, 说, 什么也没有。 以利亚说, 你再回去观看。 这样说了七次。 到第七次, 仆人说, 我看到一小片乌云, 好像人的手掌那么大, 正在从海里升上来。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雅哈, 赶快套车下山, 免得被大雨所阻。 煞时之间, 天空阴风云, 而变为黑暗, 随着降下大雨来。 于是, 雅哈坐上了车, 往耶色列去了。 耶和华的能力, 临到以利亚的身上, 以利亚就竖上腰, 跑在雅哈的前头, 直跑到耶色列的城门口。 嗯, 那我们下期待啊, 到边下来。 我们下期待。